这个是属于比较安全性 比较危险的 窝炉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通常操作窝炉是要有证照的 你要去考证照你才能够操作 如果是属于比较高压的 那低压的一般热烧热热水系的窝炉OK 那如果你是工厂里面用的那种比较高压的窝炉 那是要有证照才能去操作的 那这也是一个职业 如果你有证照那你当然 你就比较正能够找到这方面的工作 这方面工作 好 大概就是我们再往后看 那窝炉的用途就是气垫窝炉 水管窝炉 这都是按照窝炉的形式 你可以注意到它的压力的关系 每一种窝炉它的压力范围 好一公斤 一公斤每平方 每西岩平方 这个有没有概念 一公斤 通常我们在外面讲一公斤一公斤 就是那个压力的单位一公斤是代表 就是一西 一平方 一西岩平方的一公斤的力量 力量就是一公斤 一公斤相当于大西洋 那十五公斤就是十五大西洋 对不对 十五大西洋有没有刚刚感觉 那个螺丝是要选粗一点的 要不然就蹦就整个爆炸 锅轮爆炸会飞到哪里去啊 整个飞起来喔 那个压力很吓人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好 那第一压呢 它说什么 它有压力的范围 因为我不是专门做窝炉 所以我们只能 就稍微看一下 看一下 大概就这些窝炉啦 那我们很快的往后看 好 这个是 波鲁种